前中国首富国美电气董事局的原主席黄光玉 今年2月12号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 内幕交易罪还有单位行贿的罪名 在北京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有官方媒体报道黄光玉案涉及上千名官员 但是外界分析更指出 这些官员都是江泽民派系的人马 以及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亲戚 好 请收看这一期的禁闻角落 今年41岁的黄光玉 广东汕头市朝阳人 是香港上市公司国美电气的创办人 2008年黄光玉以430亿元人民币资产 第三次位居胡润百富榜中国首富 黄光玉在2008年11月被公安机关拘押调查 官方新华网去年12月25号刊登报道说 黄光玉一案波及范围之大可谓空前 主要涉嫌犯罪方向包括多年来 花费几十亿元人民币 在中央部门高级法院及各地方政府 买通了上千名各级官员作为保护伞 目前因涉及黄光玉案而落马的官员包括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局长 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 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 向怀朱广东省政协主席陈少基 广东省前纪委书记王华元 深圳市长许宗恒 国家税务总局计察局处长孙海亭 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察司司长徐满刚 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朱颖等人 据香港苹果日报引述消息指出 郑少东曾以委托理财之名 将千万元人民币交给黄光玉 黄则按百分之百回报率返还给郑少东 中国事务主编伍凡 向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指出 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是黄光玉的后台 那么黄光玉贿赂一大批官员 现在把郑少东抓出来之后 已经发现他任了57名副部级以上的高官 参与涉及到贪污腐败 盗取国家财产 所以这个案子有人把它称之为 超过于赖倉性案 超过于成量语案 这是一个共产党这个建政以来 最大的一个高官贪污集团 中纪委项目组发现 郑少东和黄光玉是汕头同乡 2006年黄光玉兄弟因卷入 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违规贷款案 被带走调查 事发后 郑少东吩咐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 向怀珠将此事摆平 郑少东的老上司陈少基 曾任广东省政法委书记 公安厅厅长 曾领导侦破包括绑架香港富商 李嘉诚儿子李泽聚 以及郭炳香的张子强案 同时也是港澳黑社会 及公海堵船的保护伞 中纪委办案人员透露 陈少基手上是有20多本银行存折 加起来的涉案总额约20亿元 与陈少基 郑少东关心密切的 公海堵王连卓昭 经常邀请黄光玉到他的堵船 海王星号上堵博 官方人民网刊登报道说 黄光玉经常到澳门好堵 欠下堵债80亿元 连卓昭去年12月31号 被撤销广东省政协委员的资格 因涉黄光玉案被逮捕 据披露 海王星公海堵船有多家洗钱公司 勾结郑少东 黄光玉 深圳市长许宗恒 上海普发银行 深圳分行行长 钟黎敏等人 诈骗盗取巨额国有资产 不久前被一审判决 无期徒刑的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 也是黄光玉 郑少东的汕头同乡 与两人关心密切 黄松有是广东邦 在司法系统里面一个主要干将 通过黄松有的介绍 把郑少东介绍给了周永康 作为公安部部长助理 准备培养以后作为公安部部长 香港开放杂志 苹果日报等媒体引述消息透露 郑少东黄光玉许东恒因不堪压力 先后在看守所内自杀未遂 郑县市场周刊主任李德林透露说 黄光玉的辩护律师已与检察机关 签署了保密协议 这就意味着黄光玉案可能涉及到 高层次的机密 那么这一次 由广东邦所带出来的黄光玉案 而广东邦呢 又是不听中央胡锦涛的话 他又是跟深圳的一帮的人 也站在江泽民一边 所以呢 胡锦涛他现在正在周刀壁梁 要打击广东邦 打广东邦的目的 就牵连到了政法委 又牵连到了江泽民 据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大地周刊 去年年底发表文章指出 陈绍基 王华元 许宗恒 被中纪委革职查办 与胡锦涛团派主将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强势置贪有关 胡锦涛在十七大的时候提出一条路线 叫做科学发展观 所以他本来像在广东树立的样板 这个受到了广东邦的阻挠 所以也促使他收拾广东邦 再加上所有的贪官污吏 来对抗政法委 都影抗这条路线 外界舆论普遍认为 黄光玉案牵扯出的郑少东 陈绍基 许宗恒等大案 是中共十八大权力斗争的前哨战 目标指向中央政法委书记 周永康和江能民派系实力 新唐人记者李元汉 周平 综合报道